今年的3月24日,杨大爷在街上走着,他准备去修理手机,没想到路上突然有人给他打招呼了。 对方说自己是峨眉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杨大爷提到的一些人,对方都说认识,这下杨大爷开始放松警惕了,聊着聊着又出现了一个男人,过来就和财政局的这个人打起了招呼。 不慎将行人撞伤,现医院急需治疗费,然而身上的现金不够,只带了西部开发券,愿意低价兑换。 按照这个男子的说法,100的西部开发券可以换1200元人民币,现在给杨大爷只要900元就可以换100的西部开发券。 杨大爷一听,开始有点动心了。 案的街巷,杨大爷有些心虚了。 杨大爷将10万元钱交给了男子,手里并没有拿到所谓的西部开发券,就下了楼。 一张,你怎么拿的啊? 就等于说,一张都没拿给你把钱。 你怎么拿,你拿把钱拿的,我都指我。 我说,不得哦,跌下啊,我都跌下啊。 啊,童子竟然哪里,这两个子,他严着,他严着,他严着。 那天我当时又是好。 你当时就开判了? 那是两块钱,我的歌,我还把她们接,肯定是最烦的,没有说。 就这个冰棍里边。 就这个吗,就这个家吗? 就出这里面的。 嫌疑车辆在西谷镇绕了一圈后 车上的四个人下了车 在街上闲逛 中午12点左右 四个人突然回到车上驾车离开 难道他们发现了警方在跟踪 我们刚刚打电位上 找车子 嫌疑车上了绕城高速后 一直朝着峨眉山市方向行驶 在峨眉山市城郊结合部的一家小旅馆 四个人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的7点30分 四个人出了小旅馆 9点20分左右 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回来将车开出 侦察员立即驾车跟上 事后警方得知 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 三名骗子已经骗取了一位老大爷的钱 得舍后他们准备逃离 假如他们的这个不切子 没了 等一看还把老过来下来 拿回来下来 在现场 报案民警将这个诈骗团伙四人 袁某 刘某 邵某和罗某全部抓获 当场搜出四人刚刚诈骗得手的 十万元现金和部分作案工具 被抓获后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在看守所 主犯刘某向记者透露了 诈骗的主要手段 目前根据警方提供的消息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都属于外地来容人员 长期在成都及其周边流窜作案 现在已经有四起案子被查证 追回的诈骗所得 将于近日悉数法官受害者